大家好,我是小發 武漢肺炎疫情愈來愈嚴重 政府又廢到無倫 既然政府幫不到我們 我們一定要自救 自救第一色 記得在家裏保持空氣流通 打開窗簾讓太陽曬下家裏 最天然的消毒劑 自救第二色 戴口罩就緊的了 記得分清楚前後上下 輕輕按壓,貼食鼻樑 最重要是戴完之後深呼吸 然後大力噴氣 在這個時候,把兩隻手放在口罩旁邊 如果有很多氣噴出來 那就不合格了 自救第三色 消毒紙巾和噴霧要更新 記得不是隨便抹一抹 給多一點時間重複抹 停留久一點,讓它真正燒到 自救第四色 用完口罩怎麼辦? 有分有病和沒有病的方法 有病的話,記得要把口罩表面向下放 對摺再對摺,然後捲起 用掛耳朵的繩綁緊它 然後吐掉它 不過計我說,現在就算有病沒有病也好 為免出現二手東西,都是剪爛它 自救第五色 從小到大都經常聽人說 喝多點水啊,女兒 保持喉嚨濕潤 自救第六色 口乾想脫一脫,或者很辛苦想脫一脫 喝杯水 記得不要拉下去 最好只脫一邊 盡快將它帶回 否則帶來就沒用了 第七色 無論按電梯,開門 甚麼都好 盡量用虎口位去接觸 然後再洗手 洗手的時候,記得要專心一耳 你當時不收就行了 出街的時候,記得要戴免充洗洗手液 第八色 平日出街針水的時候,記得要把水瓶口和出水口遠離 否則你就像跟很多人打卡卵那樣 第九色,出街記得帶多幾個口罩 以便跟門 又或者身邊的人沒有戴口罩,有不時之需 都可以隨時遞給它 第十色 這個最重要就是放鬆心情 我們要防範,但是千萬不要過分恐懼 根本不需要過度去搶物資 精神壓力大,只能搞到自己抵抗還是下降 沒甚麼事就留在家裡玩啊貓狗 總之做好自己個人衛生 打好自己的底 甚麼菌都怕了你啦 老實說,以上的方法只是基本功 都是想提醒大家要注意衛生 你又有甚麼方法,不妨在下面告訴我 大家指教指教